冯会长 太生分了 还是叫我高峰吧 嗨 你现在可不是以前了 我也是想着不能仗着以前的交情太随便 冯会长 您对我有知遇之恩 我们有话就直说吧 是这样 之前沙陀曼诗人蚯蚓王进化成功后 带着族群回到了大力沙漠争领地 但是沙陀曼诗人蚯蚓王被沙漠暴君降服了 现在两头领主及怪物站在同一方 确实是让人头疼 你不会是想让我解决这两只怪物吧 那可太高看我了 不不不 你误会了 这一次精神也会出动 我们只希望你能拖住沙漠暴君 等精神解决蚯蚓王之后 再共同围杀沙漠暴君 哦 这计划听着挺不错呀 是想让外公出手吧 只要我去了 外公为了我一定会暗中随行 呵呵给我来这一道 领主及怪物是不会主动袭击人类基地似的 副会长 你跟我说句实话 长安军方为什么非要击杀这两头领主及怪物 军区一名首长的外孙 在大力沙漠暴君在大力沙漠之心任务时 遭到沙漠暴君袭击 不幸 殉聪 殉聪 大概是不自量力 想要收服沙漠暴君吧 都是为了一己私利 以之前的交情出手不是问题 但想通过我来利用外公 已经好了吗 谢谢小白 这个重量不像水 像是重拱 表面也没有丝毫晃动 还有倒影 还试险吗 看来王级的御兽已经是更高层次的生命了 这下是彩鼠可以达到完美品质了 哦 小燕幻化的蛋动静越来越大了 看来马上就要进化了 这俩倒是轻轻松松就晋级了 小鹏啊 外公 关公铜像已经放到你那个福利学校门口了 听说今天刚到岗 就拿了这大蜜花给食堂加了个菜啊 那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打雷了 你那只小肥鸟好像快要进化成功了 终于像是一只正宗的丹领鹤啊 一只有点胖的丹领鹤 这次突破算是成功吧 哦 还觉醒了一种血管 不过具体是什么可能要以后才能确定 长安军区那边有人求到我这里了 我建议你去看一看 喝手看情况 出手与否都看你自己 怎么样 好 外公都建议我去看看 难道是有什么别的情况 回家了 先办点正事吧 你好 我想咨询一下 有没有前往大力沙漠的旅行项目 呃 不好意思 现在没有去大力沙漠的项目呢 那边听说很危险 死了不少人呢 死了不少人 事情不像长安军区 说的那样简单啊 事情真像 还是要自己亲眼去看才行 只能找导爷了呀 找到了 兄弟 我要去大力沙漠 最好今天处罢 这是定金 怎么样 有队伍吗 有有有 跟我来 又能赚一笔了 准备动手 这种适入灵魂的恐惧 他是什么人 呃 大 大哥 前面是集合点了 今晚十点出发 您放心 好啊 街上倒是挺热闹的呀 这里是前往沙漠的最后一个补给点 听说有很多特色材料 果然 看来看去 差不多就这三样 军方准备封锁大力沙漠了 长安室只许禁不许出 军区那些东西 一看就是想吃毒食 训 训言 客人 您的饮料 谢谢 封锁大力沙漠 看来是要有大动作了 得尽快动身了 超神宠兽殿与神宠进化 每周三周六同步更新 精彩呈现 不容错过 同样都是神宠 你确定不来看它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有队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